说到了这个抢年轻票的部分 因为我昨天也特别在提 就是说你线下受阻 那线上无阻嘛 包括来看到这个上个星期 赵高康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 巧欣直接在现场就建议他说 那你可以直接开放线上联播大会嘛 全台的学校都派代表 大学都来嘛 派两名代表 然后到现场持球对决 这样是不是比较快 所以我这边也是请教杨明 这件事情的话 对啊 要不然就开线上嘛 那线上其实还有包括了 像是贺隆夜夜秀的部分 也拜托要赶快上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我记得 我自己主持过一场那种学生的 也是论坛活动 那是去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然后也有邀各组候选人去 其实是媒体办的 但是他办在饭店 就是说像这样的形式 如果不在校园内 其实有很多种活那种方式可以做 只是说如果今天是学生团你才办 然后办在饭店 他没有那个经费 那该怎么处理 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有企业愿意赞助 那是最好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变通的方法 那徐晓鑫用的这个所谓的 如果今天比如说假设弄一个方式就是 就是说用线上做台 视讯或者说视讯或者说几个同学 几个学生会的这个代表 他们就是用怎么样的方式 然后最后呢用透过YouTube去直播 或者用透过网路怎么样的播送 然后呢你还可以加入去讨论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在科技上我相信都可以解决啦 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什么进入校园不校园的问题 那你去想象就是说如果啦 如果今天是民进党看到 比如说这个过去像以前我的高中母校 只是这个洪秀柱的这个那个 那当初那时候洪秀柱要选好像党主席吧 那个车子开进这个学校里面 马上出来说哎什么政治进入校园 所以现阶段老实说我觉得 赵浩康大哥去处理这个东西 也算是比较和缓的 也不要制造整个校园内的对立啦 那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不要把本来应该是好的宣传的事情 变成说变成是好像惹出一团这个 让大家这个办的也不开心 然后呢参加的也有一肚子火 那当然你必须要讲现在毕竟 我们大家都讲行政总理啦 行政总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执政优势 执政者永远都会有 那个我不用讲哦 我眼睛扎一下 你就知道下面的人该怎么做了 对 这个很正常啊 所以现在这些大学你说他们 基本上当然是目前也没有别的候选人进去 所以你后 赵浩康你要进去你也别想 真的是别想 那他们不是要进去 他们只是在外面借场地或什么样的 就是 对但是 百般阻挠 我必须讲啦 同学们要办这样活动压力都很大 对 那不要让同学们去扛 防这个压力 对 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比较变通的方法 看是用什么方法 比如说或者 就上小新的直播啊 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进入到不同的平台 跟青年对话 如果今天没有演讲的机会 也许可以用 比如说像这个 有一些这个他们那个podcast的那种 不管是贺隆夜夜秀 或者说之前有一些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 他们像之前我看那个宋楚瑜也去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百灵果 然后讲到他们主持人都受不了了 你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再讲了 但是 我说很多年轻人可能连赵赵康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见得有那个感受 他是用透过媒体去行受他的观感嘛 可是呢如果今天正式的去对 就是说面对面看到 或者说透过直接的对话方式 看到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特色的人 这也是过去哦 我想你说这种访谈性的这种节目 过去有一个很经典叫康熙来了 嗯 康熙来 当初我记得连赞也去 对不对 没错 很多政治人物也去上康熙来了 那很多年轻人对这些这个政治人物的那个印象 可能就是从这个来的 对 所以我说也不一定是一定要透过校园演讲 也许有这样的节目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我去看宏廷议员一怎样补充是不是 关于这个年轻人 可以用年轻人渠道喜欢的渠道的方式来做变通 我刚刚一直在主张一件事情就是说 今年有非常多的人是相信政党软替民主生化这件事 特别是年轻人 可是他们未必对所谓的侯尹赵少康他是理解的 对 所以我坦白讲 我也不认为在这个时间点进学校是好的选择 因为我相信我过去长期也是在做所谓的这个校园的 这些这样的一个的联系啦这些部分 我很能理解在这个时间点 或是在最近这几年 你要在校园里面被人家认为你是相对亲近国民党的 那个压力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民党的人 我们自己也必须要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化解 就是说大家对我们的疑虑 跟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认识我们 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 五年前我大概看了一部美剧 叫House of Cards 就是纸牌屋嘛 纸牌屋第五季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案例是 在打选战的过程当中 做了一个长时间的直播 而且是急问急答 就欢迎你来挑战 急问急答 在那个时间里面整个形作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所有的看法 也就是民众你要问我问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倒认为就是说 当然坦白讲这样子做的风险是蛮高的 说老实话这样做的风险是蛮高的 但我认为就是说假设选举 说老实话现在已经只剩30天了 你去每一所学校那叫点啊 你在过程中就是要线 但是你直接打现在只有时间直接打面了 也就是说其实都未必要什么贺龙夜夜秀 其实光用你自己的频道做直播 一开始人少没有关系 年轻人是很喜欢这种 一窝蜂的 只要他觉得就说 好像蛮好玩的 或只要让他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可以直接问到 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对什么问题 那他可以直接给我一个答案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相信他马上这些人就会蜂蜂而来 所以你看在那个剧里面 其实美国现在的选举 也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 你看川普到哪里的时候 基本上他也都是很公开的对话 当然他讲的尺度也蛮高 蛮宽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 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有必要让民众了解 最清楚的状况 所以对侯伟一对赵奥康来讲 我觉得现阶段很简单 让民众认识 特别是年轻的选民 对你们不熟悉的年轻选民 认识什么样是一个真正的你 而你要为这个国家带来些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几件事讲清楚 我觉得就能够说服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也真的知道 我们也不要把年轻朋友当做什么 好像他们每天都被 都在这个看不到一些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讯 大家都经历过疫情的这段时间 大家也都经历过高端 大家也都经历过疫苗 大家也经历过快筛 大家也经历过蛋 我不相信这些年轻人 他们会信任 现在这样的一个民党政府 只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成为一个 比他们更好的选择 这样子政党轮替才有可能实现 太阳新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新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月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感谢观看 小明星 客草 代码 的